再尝试跟小龙再接触 那我也不是说排斥 完全不想跟她有交流 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 她说她想了解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是很对的一件事 所以她第一天七星那天约阿双的时候 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觉得 那就了解嘛 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她如果再要了一次的情况下 再约了第二次 说明 她们两个之间 找到了一些 就是 互相欣赏的点吧 或者就是聊得来的地方 如果她 不是一个喜欢这种 就是如果让她感觉到压力了 我觉得就退一步吧 也没有必要 放轻松 对 放轻松 开心最重要 洋洋强大的 进退都做得很好 我欣赏她一点就是 我很明确地可以知道 我自己在她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做不到 虽然年轻 但是有些思想特别清醒 我甚至可能女孩子里面 我是最欣赏她个性 就算她有做傻事 那傻事都做得很可爱 她真的是我们这个年纪女孩子该有的 她都有 没有 是你们这个年纪女孩没有的 她都有 我跟她很像的 老学我 真是 开玩笑 那你呢 其实我今天早上很意外 她会跟我说那些 说实话 我觉得 把话讲清楚还挺好的 我昨天晚上我还在问 顺我说 你害怕没有回应吗 你害怕被拒绝吗 她怎么说 她说怕 当然怕 谁不怕 然后我说 我怕 我很怕 一直 被拒绝 那说明 就是命运还在后面给你安排了 更好的 过程开心就好 那就是这几天在房间里面 就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也会难过 你难过的时候来找我们聊天呢 你难过的时候来找我们聊天呢 你两人好好 我喜欢她呀 找我们装疯卖啥 性格真太好 性格太好了 舒服 我觉得来这里做点 我瞬间那种就是 今天早上那种各种烦恼问题 然后就 没有什么好烦恼 我觉得 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特殊的快乐 说嗨嗨 对 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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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是我进别墅以来 跟一个人聊得最多的一天 但确实挺开心的 就是 我的人生 我无聊的人生 胃不足道的人生 然后有人愿意听我讲 好快乐 不想回去了 把我留着吧 你会冷吗 先给你披上吧 等一下慢慢穿 披衣服了 走 走 拜拜 不知道明天什么安排 不知道 我很期待 经过今天之后 我反而变期待 我觉得这段好疗愈 我觉得因为杨阳的演艺很疗愈 对 她的聊天 她跟谁聊天一直都是 上一次也是 跟文君的聊天也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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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د